中通紅烈火熊熊燃燒 一輛計程車的車頭瞬間被大火燒得通紅 火勢相當旺盛 伴隨濃濃白煙直竄天際 後方的來車通通繞道而行 火燒車意外發生在13號晚上10點10分左右 台北中山區長春路國濱影城前 有一輛計程車因不明原因起火燃燒 根據計程車司機說 自己是被路過的機車騎士提醒 才發現右前車頭竄出火光 沒多久火勢就變得越來越大 帶你來看一段當時情況 警校人員到場一邊疏導交通 一邊撲滅火勢 所幸計程車司機沒有大礙 也沒有其他人車受到波及 不過回頭看看計程車 整個車頭已燒到焦黑 車門和車窗也嚴重毀損 一夕間計程車司機的身材工具 怎麼會突然起火 詳細原因人帶調查釐清 你… 你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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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…